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杀国战 咱们共同看一下今天的国战录像 今天的国战录像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这几局国战录像都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咱们在打国战的时候 尤其你是独苗的时候 往往在一些特别重要的节点上 你要去抉择究竟该杀死谁 究竟该打谁 这时候往往是比较重要的 我想通过今天这几局录像 分享一下玩家的思路 也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然后咱们大家也可以共同交流一下 大家也都知道我是比较喜欢有一些思路的录像 当然这些录像的玩家也有可能是之前看过我的一些录像 所以对一些思路是有那么一些了解的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录像吧 共同这个交流一下 先看第一局 主视角玩家的比较 crazy 烟雨 一区的玩家改进他录像 这边选将的话 大桥周泰也还行吧 因为有周泰 黄中卫言是个小型boss 也可以选珠联闭合 看他选什么吧 最终选择了卫言黄中 珠联闭合 有人总问他俩为什么是珠联闭合 因为他俩这个当初这个是共同这个守这个一个城池的 是长沙 好像好像是长沙郡吧 当时 他在一起的 好 这边咱们上来就被针对了 这边直接过拆 打了个无懈 可能是不想被拆掉 加一码和减一码吧 因为加一码和减一码都挺好 加一码只不用说 减一码对于卫言是好东西 结果被这个人给乐了 那乐就乐吧 当然这个人真针对四血的 你也看不出他是什么 咱们先在小本本上给他记住 好外面有能改判 难道这一号位是司马张角吗 就是不想让咱们出来报仇 有这种可能啊 没事 咱们先给他在小本本记上 不要着急 慢慢的陷害他出来 是不是 难道其他人并没有想搞咱们 那就无所谓了 最好不要大家都针对我 是不是 看看这边 五股风荡 哇 两张大象 他估计会拿八卦阵啊 这八卦阵是好东西 这边拿五周 两张大象会被人拿 看这个人拿什么 这人拿闪 这人看起来说全是杀啊 不怕这个男麻 那咱们就拿杀 原来外面有两张男麻 并不想掉血对吧 八卦阵挂起来 然后看一下 随便找个人看看 看完了没有刀 杀不到 所以并没有什么信息 这边再继续无中生有 好 这个人直接开始干三血的 发现是三血不卖 然后继续干 然后是卫国吗 拆掉大象 果断守亮啊 表示大卫国要开团啊 行 看你能不能开得起来 直接九杀 对这个三血不卖的 下棋毒手 非常之狠 再开一大牢 一顿操作啊 再借刀 该刷了都刷了 估计手牌也比较好 再拆 距离都拆掉 表示你们杀不杀不到我 来咬我啊 摇七七 看看这个针对咱们的人 怎么累 怎么打 好像是个卫国 怪不得上来如此的风骚 如此的烂 直接驱虎 继续打这个三血不卖的 OK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都是很正常的操作 咦 有独裁 独裁出来杯歌一发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看见大卫嘛 杯歌一发给你们创造了点困难 对不对 好 这边诸葛张飞 这被打成这个熊样 肯定选择亮将啊 外面可能有司马 因为刚才咱们被勒的时候有毒条 估计他勒出不来啊 他选择了五上 关了一些好牌 那边掏出杖八蛇毛 本命武器 直接开始开始砍 果然有司马 但是司马并不是这个 一号啊 竟然是八号 阉人张飞在此 本来他是给自己关了桃吧 然后结果这桃 就不明其妙的成了天肚牌 是有意思啊 那邓爱脱离不了红桃的命运 不管这么多 吕布独裁直接出来怒搞魏国 魏国的仇恨就是高啊 也难怪 就他们对不对 他们出来就对着别人一顿打 那这自然就拉到了仇恨 咱们是有队友啊 咱们可以 适当的去限制限制魏国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是吴国 那咱们就看戏了 就不动了 就比如说咱是吴国 咱们就扔张杀 不动 看戏 那咱们有队友啊 咱肯定乐主 保护诸葛啊 暗中保护诸葛 对不对 别人看不出来啥 都是打魏嘛 如果是吴国这里 就是真的扔张杀要过就可以了 不要让魏国 你成为魏国集合目标 好 这里攀奉出来决定收人头 所以亮将 其实他也可以不亮 就跟咱们主持脚一样 就按着去打位就行 没必要去收人头 而且你也不一定能收到 他肯定是想收人头 这边顺了攀奉的刀 表示我不是群雄 然后我也不是魏国 尝尝我飞刀的厉害 下次注意点 不拿八卦阵 表示先活命要紧 八卦阵顾不上 行吧 这都没问题 桃子一发 哪一发再兵住 诸葛亮也可以兵你吗 是不是 我有司马 天命 哈哈哈哈 灯爱出来 可以驱虎 看看能不能带走这个诸葛啊 连上 九鼠姓杀 能杀死吗 少年 闪 这就非常伤了 好像有奖费啊 诸葛亮是奖费啊 因为刚才诸葛出闪的时候 有技能 再驱虎 你不驱虎这个谁吗 不驱虎吕布吗 驱虎吕布打死诸葛亮不好吗 不敢驱虎吕布 觉得吕布牌多 行吧 那诸葛亮看看他怎么关吧 两上 应该是关张梅花吧 好这边 吕布觉得我给你打个无蟹吧 放你出来得了 果然是梅花杀 准备反正司马安浪费的牌来赶 还有几张杀捅过去 各种梅花啊 各种大黑杀 就准备杀这个群域的 拍过去 咱们有两个队友 咱们有两个队友 现在就得看五号位的动向了 因为五号位还没有动过 所以咱们并不能着急 因为咱们三个蜀国 并没有那么大能力 去搞定这个吉他所有人 你看这几个卫国 搞来搞去都还搞不定呢 卫国值就是卫国的嘲讽 嘲讽就是高啊 那这回就先不动了 因为场上两群两鼠在搞卫国 你再动就有点跳身份了 所以先不动 先看 虚报过差 这种两个杀也不跳任何身份 对不对 但这边周瑜一个独苗突然出来抢人头 其实周瑜这里打的就不对了 我是周瑜 我肯定不杀这个卫国 我就出来两个将 告诉你们 我是独苗 不要来打我 然后自己养养状态 你没必要去杀卫国的 这边有的是人打卫国 让他们去打呗 而且卫国也不会打你 卫国也是去打蜀群 对不对 就这种情况下 周瑜就先看戏 然后他最主要的是侦查 这个另一个暗将的动向 这才是主要的 那边卫属群让他们撕出去 局势非常的均衡 没有一方会做大的 怕什么 上将攀缝 弄杀主戎抢夺武器 准备把诸葛亮做掉 奖费抢保诸葛亮 因为诸葛亮可以空城 对吧 结果这边出来大嘴 保也保不住了 大家都要死 大家一起死 司马不满 司马表示 我先不反馈着 反正你们都得死 待会再说吧 这个诸葛亮的皮肤 好像有新配音了 这个新配音还有点屌的 自保 大嘴 这里享受全场还是有点难的 毕竟有司马 是不是 局势 本来是这个 鼠 群位 互司 然后瞬间就简化了 所以说国战真的是瞬息万变 看看大嘴到底能射成什么样子吧 竟然还能再射一发 这有点麻烦了 很可能咱们要被打死的 再射 没了 这里司马的话 如果我是司马怎么打 如果我能有刀 或者有进攻牌 我一定杀了四号位 这局 这不是 这 今天视频咱们主要讨论 在这个每个时间点 大家该杀谁 为什么 因为四号 首先不是位 其次 你杀了四号 不会出现任何作大的情况 对不对 因为这边两个群还有一个周瑜 对吧 而且你也不太怕周瑜 还可以隐性绑架周瑜 是吧 好 这里他打的不对 如果我是他 我就顺了这把冠师府 杀掉暗将 不给暗将任何机会 就不管你暗将 士蜀 士群 士群更应该杀 对不对 士蜀也杀掉你 对吧 士吴 那更杀掉你 这绑票周瑜 所以这里 这个司马 做出了一步 错误的选择 他选择去杀军凶 你觉得放来 还能放死 那你天真了 你就拿冠师府 直接砍 能砍死 他有杀的 对不对 我是他 我肯定顺着 这个冠师府 直接砍暗将 你这里根本都不针对暗将的 你不防暗将的 对不对 而且你还兵周瑜 就所以这里 司马打的完全是混乱的 就是 他这里完全就是在赌 因为 因为暗将 首先他不是位 他要是群 你把周瑜冰住 你不是击击了 对不对 打什么呀 这边神挡杀神 佛挡杀佛 直接把周瑜给砍死了 对不对 这里如果亮出来个群雄 你是不是击击了 所以这里司马的抉择是错误的 这边咱们肯定双量了 既然这个可以吸血 就摸牌 对不对 不需要回血 这里他继续杀潘放 吸个血 先决斗 然后兵住 压制住他 因为这里你不压他 他肯定来杀你 他杀司马 他杀不动 好 天度了 天度司马也改不了 那你没办法 看司马怎么打 司马之前 真的 他如果杀掉黄忠 我姐的司马这局 赢的机会非常的大 然而他错过了一个选择时机 然而这边吕布没有刀 只能继续杀司马 但是他九杀咱们咱们也死不了 咱们已经回复了血线 好 这时候又面临一个抉择的问题了 这时候该杀谁 你如果杀掉潘凤 你想设想一下局势会成什么样的 这司马 徐晃 兵你 一直限制你 他肯定不会吃菜的 对不对 吃菜才赢不了了 所以会陷入一个非常纠结的局面 那这里既然来了一个九杀 不如直接带走司马 因为这两个群星都残血了 你有黄忠胃炎 完全不虚他们 所以这里主持人大胆的做出了一个抉择 在这种 有一个盟军 另外两个是敌人的情况下 选择了杀死盟军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抉择 也非常需要的魄力 而司马由于手软 让黄忠胃炎选择到了这个时机点 把他给杀了 而这是黄忠胃炎的 虽然是一挑二 但是远远要比进入三任局 要简单多 好 这里他选择了 直接决定吃菜 你看独菜还留了一个桃子 没救味炎 那这里 之前续报的过程 他也有用了 直接选择掉吃菜 就是不虚啊 这里他断了味炎就断味炎 黄忠和这个 潘凤刚正面嘛 反正咱们状态好 对不对 来刚正面 其实有很多情况啊 这里我想跟大家交流的就是 有很多情况下 往往这个你看似进入一为二 远远要比这个进入三任局 就是三个势力留了 其中有一个势力特别麻烦 要强了多 这也一流闪啊 防止他这个骚咱们装备 虽然他没有刀子 他万一摸到刀子呢 这个手牌就非常的爆炸了 咱们有黄忠不虚他 决斗 来拼杀敢不敢 敢不敢 拼杀拼不过 我善 这是随便打的 冰住 然后咱们主要是有装备的优势 对不对 这个骑手的加一码和减一码 就是啊 邓爱想拆咱们没拆掉 咱们一直留着啊 这怎么全是桃子 没什么卵用啊 我去 怎么要这么多桃子干什么 稍微快见一下了 往往在残局 你是独苗的时候 这个抉择真的非常的重要啊 就当在残局的时候 你是独苗的时候 你要思考好该怎么打 该杀谁啊 我希望今天录像都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吧 甭怪你认为主持人打的对不对 但是至少能给你带来一些启示或者思路 百步穿阳 因为这个徐晃 你进入三人局 他非常麻烦 他一直兵你 就非常的恶心 咱们再看这个第二局 就是有玩家的地方 名风 一区的玩家展开录像 这里啊 这里这些两对组合都是比较经常见到的 啊 太子黄盖 这个对吧 一波爆 大家都经常见 邓爱国家 这个大boss 大家也都经常见到啊 看看这局他选什么吧 可能邓爱国家 也没有问题 看一看这局比赛 刚才手牌挺好的了 没必要刷了 两杀一闪一逃 是不是 挺好的 刷了一下 大概和刚才也差不多 挂装备 寒冰剑八卦阵 神装 长得一副张角的样子 是不是 是不是不知道的 麒麟弓 扔火弓扔酒 其实国战的牌 大家可以熟悉一下牌堆啊 这边二张直接疯狂的手量 随便他吧 就是 国战的 一些牌 大家还是可以稍微记一下的 这里就扔给他 扔两闪一杀 这里他一定会给你 固定回来一张闪 所以无所谓 因为有一些关键牌 对于你的判 判断 对局势判断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边貂蝉 有个量将随便吧 不想给二张扔牌 暗示一下 这边挂装备 也没有给二张扔 当然这里 你不能一定就说他飞舞 离这么老远 给二张装备 找死也没什么好处 这边有人离开了 我去 那二张开心了 有人离开了 好 这边有人说战术 战术性离开 亚装离开给二张扔牌 好 这人开始杀跳飞舞 就因为这人离开了 他还不想给二张扔牌 他想给二张扔牌杀什么啥 直接扔牌就可以了 但这边这人 好 这边也去杀 也不是舞 就杀你 表示你还想战术性 结果人根本不是战术 人家真理一下 逐来个张角 他还被批了 还是司马被批了 我的天哪 这个游戏太难了 太难了 乐如二张 这个乐能不能出来 还是非常关键 这边有人打无限 那一定是无了 因为二张这么多牌 打无限必是无 不然没有理由打无限的 好 看看二张 这个可能 这个打出什么输出 强行打司马 熊熊肯定不会管司马 没什么好管的 批都批了 下次注意点 再冰住 再放南蛮 这边了 你高兴就好 这边不要出来 没有意义 继续藏着 多会变成毒苗再出来 先让司马承受攻击 再杀一下 判个八卦阵 天命 哈哈哈哈 二张反正就是一顿打司马 没打死 但是把司马手牌 已经消耗殆尽 这边跳了一个飞舞 乐了那个跳舞的人 别的他没做 所以暂时看不出什么情况 也有可能是鼠的 鼠国觉得压制你下按键 那这边咱们并没有选择动 行吧 不跳身 继续这个龟缩 等司马死 咱们再亮 不然卫国嘲讽特别高 你看上局 是不是卫国嘲讽特别高 开个五谷 拿了个连弩 不知道想干嘛 想杀不到谁 让他杀咱们吗 顺他随便顺拿去 没什么好东西 你想顺就顺 随便拿去 他把连弩离剑走了 不给你们 司马不服 表示拼杀 我为什么要死 为什么要送人头给你 打了我半天 拼完杀 然后再放南蛮 非常的坏 然后再放南蛮 收司马 甲雪紧跟着出来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瞬间变成了大群熊 也不好讲 希望三号位不是群吧 不然四个群又要面临着打群的尴尬了 好 这边是个二哥 二哥老师 亮将以明智 这边已经三个群了 所以 这边已经三个群了 所以这里肯定要亮将的 你首先变成独苗了 其次没有人会针对你了 你这时候亮将群熊 也一定是先打这些没有防御的 另外这里 你这个都一样是顺手 为什么不放在田里 放在田里防乐 还安全 何必要添渡 他们选择击杀尔章 没有问题 这时候你亮就不会有人在群 群欧你了 是不是 哪怕是大群 对不对 他们又不会来打你 而且你独苗 另外吴国和这个蜀国也会帮你 这边孙权 亮将 反正你表示已经暴露了 就亮了 金当稳固内政 以欲外患 结果这边刷个大嘴 大嘴配合贾许要秒全场了吗 反正咱们不怕 咱们有国家也怕什么 不射 并不射 不射吗 可以射一发的 还不射 贾许开始骂了 有病 红桃给他试 确实应该给这个 张角红牌 然后习惯性拿火纱 没见 刚才不是有剑吗 不是扔了红牌吗 没见了 挺懵 没见了 你看这时候不但没有人打你 还有人远教你 他这是离选择开乱舞 想弄死 想弄死谁啊 谁你也弄不死啊 谁你也弄不死啊 我觉得 孙权一大堆牌啊 关键是貂蝉 关键问题是你这个乱舞 主要问题是 袁绍和貂蝉杀不到 孙权 所以这乱舞并不好 就假如说孙权这里没有加一马 你乱舞 他俩可以杀到 那还可以 这又杀不到 不是很尴尬吗 这个乱舞很差 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那不管了 他乱舞就乱舞 反正咱们又不会 不会中招 还给咱们装备 多好 给咱们减一马 减一马对邓爱来说是好东西 可以顺得更远 望得更高 对不对 让他一顿稿去吧 能不能打死张角 风吹鸡蛋壳排去人安乐 张角会不会 pass 貂蝉有桃吧 可以救 救一下 这个非常的寂寞啊 连的 总有人喜欢连夹去 开一个桃园 有无蟹吧 果然有国无蟹 OK 没有问题 无蟹可击 这怎么好奇怪啊 他无蟹 二号位使用了 我看看啊 二号位使用卡牌桃园决议 然后二号位打无蟹 给谁打无蟹了 给二哥打无蟹了 打错了吧 哥 好吧 不管这么多了 有点有点逗啊 那二哥黄忠亮将 二哥黄忠亮将 这时候他要打谁 我要是二哥黄忠 我肯定不打群雄 我要么看戏 我要么杀邓爱国家 你要知道 这个邓爱国家 才是你的威胁 他去杀群雄 那随便吧 想杀群雄也行 想杀群雄 属于正常的打法 他想收人头 能收掉吗 放弯剑 这里国家主动卖血 把桃子转化成牌 要尽量简化局势 所以这里不要怂啊 不然你桃子留着也没用了 能卖牌趁机赶紧卖 二哥怒杀张角 能不能收掉 还是不让收 强行不让收 然后还拆了恐龙狮子回个血 这有点bug 好这时候又到了一个决得点了 此时是你 你会杀谁 看他选择杀谁 先知陶 好他选择了打二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 这是 这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思路 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思路 不是正常思路 就是他 因为这是他和二哥是独苗 他决定自己做独苗 安心做独苗 让无群互私自己渔翁得利 是不是 他把这个独苗 因为这个二哥 你这时候不杀他 趁着自己有爆发牌 杀掉他 因为你不杀他 一会儿他状态好了 你没有爆发 你想一下秒了二哥 是不可能的 这里也是非常的大胆 跟第一局一样 也是非常的大胆 好 这个二哥开始骂黑房 开始骂黑房 然而你并不知道 人家怎么想的 人家只是想 对不对 结果这边孙权死了 那没办法 就假如孙权不死 你看还有孙权香香 就让他们群群无国互私 但国家是不是非常的舒服 就非常的容易 这个渔翁得利 所以杀掉二哥 但这里出现意外 就是孙权死了 本来他以为孙权死不了 出现了一点意外 死就死了吧 反正自己作为boss 不允许这个其他独苗存活 是不是 果然把独苗给做掉 可能 可能这个少年也看过 我以前类似的一些录像 但是这边出现了一些意外 就是吴国要崩了 吴国要崩了也没事 反正群雄有点残 这时候只要群雄 这时候群雄怎么打能赢 群雄不出牌 群雄想赢 不出牌 我不敢说一定能赢 但是赢的概率非常大 只要他们不出牌 就不进攻 但是路人啊 他耐不如计膜啊 总有二货会来打你 他们他打你 你就赢的概率非常的大 尤其还有这个袁绍 这边直接九杀 呼到这个孔戎脸上 因为孔戎没有给这个张角闪啊 所以咱们这些杀孔戎 他凉血另外 没有救起来 这时候群雄 就是还是我经常讲的 耐不计膜 不出杀也不动 就摸牌过 气牌过 你想一下 你们群雄每回合过的牌 是几张 这边两个两张 四张 貂蝉三张 七张 而邓爱国家每回合 只摸两张牌 好 这时候孔戎 错就错在 不应该给他一张九 给他一张九 他耐不住寂寞 他忍不住 他就要九杀 这个九杀就很可能 导致他们崩盘 是不是 你既然九杀了 那咱们直接卖血 对不对 还闪 还骗他惯 万一他不惯 就亏了 讲道理就直接卖 这里卖血 就因为你想赢 就一定要卖 那既然 袁绍都杀了 那贾许就只能跟上 继续杀 是不是 刚才不闪 可能好一点 不闪直接卖 然后他这边杀 你再闪 或者你卖也可以 都可以 就反正 那终归是要卖血的 因为你不卖血 是必输 所以这里一定要卖血 卖出了联统 那局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这里先杀 可能是希望收到无蟹 可能是怕外面有人无蟹他 希望能收到人头 看有没有无蟹 那好像还是没有无蟹 外面也没有无蟹了 那就 那就直接杀吧 顿顺了 开始杀 铁索重铸 三张黑杀 没乐 你杀个毛线 直接杀崩了 只能说邓爱国家 和这个刚才的黄中卫言一样 不畏惧一打多 直接秒掉 但是血线撑不起来 还有点麻烦 希望能乐路他 缓和一回合 手里有张乐 杀张角不太敢杀了 是不是 怕被批死 所以只能忍着 先忍一手吧 要不被批死好亏啊 大好的局面就要葬送了 万一摸个桃子 就可以归缩下去 好 真的摸到桃子了 那就可以归缩下去了 摸到桃子就可以归缩下去 拿一个黑桃码 还杀一刀 还杀 拿走吧 桃子拿走 拿走拿走 没事一会儿还可以顺 有意思 能不能顺着他桃子 好 被诬陷了 但是算了 被诬陷了 那就把冠师傅顺了吧 被诬陷了 把冠师傅先顺了 稳住啊 因为你去顺他手 你不一定能顺着桃子 待会再说吧 他这时候不敢杀你了 他再杀你 桃子就没了 万箭扔掉 没有用 这时候先忍住 桃子扔了 没有了 自己摸吧 自己摸桃子吧 只要回到满血 基本上就不怕他了 回到满血 就不怕他了 这里他也没有敢去决斗啊 这也没什么 这边忍不住了 开始九杀了 表示不能再忍了 无需再忍 当然你越打 断爱国家 越能打死你 没有什么用了 这里就存呗 他愿意赶就赶 无所谓啊 反正咱们有天 可以顺好 晚了 可就没牌了 晚了 可就没牌了 再看第三局 主持有玩家的地 叫坑坑退散 26区玩家赶紧他录像 这里选择攀凤双熊吧 是不是 四血吧 还是那句话 方便双熊虚报 双熊攀凤 潘神将 总有人说 有潘凤 逼大群 有这个 舅舅逼大卫 桃园结义 强行防二章 红塔七块一包 小伙子喜欢抽红塔衫啊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挂连弩 放南蛮 行吧 其实讲道理就是 你放AOE啊 不要先挂装备 因为比如说 有次马上就把你装备反馈走了 白鱼八卦这反馈走就亏了 放一个南蛮 发现两个三血不脉的少年 知语之笔重铸 不看 好吧 击杀过了 OK 都没有什么动作啊 这些人 非常的低调 这局好像没有人对三血不脉 进行沉重性打击啊 知语之笔 选择看远位 看八号 惨荡荡 扔闪电 都不浪啊 回合开始 诸葛亮直接亮降 那就不管他了 那就不用催断了 挂加一马 看他怎么打吧 看他会不会乱搞 直接决斗 随便找了个人决斗 打三血的 行吧 想寻找卫国吧 百步穿扬 这边没有卫国啊 这局怎么没有卫国啊 各种三血不脉的 没有卫国 没有卫国呢 到底谁的仇分值会高呢 这里扔一张杀过了 因为 你不要扔过拆 扔过拆好像你谁也不拆好 这边下加摸牌阶段 有技能四血 没有掉血 对不对 咱们可以排除一些武将了 至于为什么 我以前讲过多次了 还是讲过不下一次了 所以这个 也就不赘述了 大家经常看我视频 自然懂了 这边顺装备 顺装备香香了 没什么 很正常 顺完了 然后开始杀香香 还跳的 我觉得吧 不是位就是鼠 不然哪来的这么大仇恨啊 应该不是群雄 是鼠嘛 因为他有队友 对不对 试这个胃 看不上香香很正常 香香结果有僵尸 那你就惨了 香香要报仇了 你且杀不死他 决斗反打回去 大概率是鼠 有队友吗 火攻 再拍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是不开眼的魏国呢 一顿搞 反正也被搞残了 搞到凉血 没事 哈哈乐 好 蜀国开团 蜀国开团 但是这个夫唱夫随 是不是 出来拆一下 这个强行各种 这种寂寞的无懈啊 就为了刷牌 顺连弩 不顺连弩 是八卦阵 好吧 顺连弩嘛 杀开杀了 还琢磨啥呢 少年 那个多像你队友啊 有张飞 好吧 人不需要连 那行吧 那你随意 你有八雕飞 不需要连 我说了半天白说 是不是 还有杖八蛇毛 很寂寞的杀这香香啊 能杀死吗 你杀两刀差不多得了 冰凉还杀出去 你还不如冰住他呢 就是让诸葛亮关心 弄死他都完事了 直接冰住他多好 不冰 是寂寞 就是不亮 不亮肯定不是鼠 根本不想动的 看戏嘛 也不怕野 蓝箭七发 几上无上 无上看他会不会官司相相啊 当然这里会出现 有人截胡的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武将 有技能可以改变排队的 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了 但他这关心好水啊 竟然没有官司 哪里没有什么卵用了 这边曹涛西了 那就只能杀曹涛了 反正都有这个名将亮了 这边咱们也想到亮将 堵了一发 决定带走诸葛亮 决定大鼠 行吧 看看能不能再走诸葛亮 能不能带走诸葛亮 再决斗一发 带不走 带不走就带不走 反正也没办法 带不走就让曹涛带走吧 降星陨落 好 这边呢 就先不杀了 因为上加呢 有可能是队友 当然他是吴 你也先不用着急 反正那边二号 也不是吴国 对不对 现在就看一号 到底是什么了 很关键 不过曹涛有可能 要把一号打死 因为一号三血不慢 他可能要收之而后快了 可能要收之而后快 拆一下 拆上马尚矛吧 对吧 保护自己 好 这边杀暗将 直接要把暗将杀死 对过暗将是个徐胜 曹涛打的倒是对的 把暗将三血不慢 先扼杀于萌芽之中 但并没有杀死 不对杀死了 他好像是裸一了 但这边有个桃 没杀死 曹涛打的倒是对的 先把这个三安将 三血不慢杀死 天肚了 但是不太厉害 要是个鲁肃杀的 就有点麻烦 来看看这边 这少年 反正他不是五代不怕 他是个祖国 不出意料 直接一个连弩 还是还有胃炎 我去 这就有点凶残了 这就有点凶残了 他没有天香牌 只有闪 没有闪 弹谁 弹香香 你也不怕弹死 反正这时候 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了 表示反正都这样 要不也被砍死 不如刷几张牌 行吧 其实弹簧眼影也行 弹簧眼影一血一牌 真是美味啊 这个魏妍有点嚣张啊 看他继续杀 能不能杀死香香 关羽在此 耳朵受死 先生已经遛不去了 他并没有杀死 但是有个神乐 这个乐很伤啊 但是他出来了 如果这个乐不出来 黄眼英一波爆发 还是很有机会的 来看看局势会怎么样的走 再杀一刀 咱们还被睡了 莫名其妙的被睡了 睡得很爽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群雄吧 要把这个 男将放在前面 看黄眼英这轮爆发了 能不能杀死啊 没火攻中 然后再杀一刀 猜不到 死了 终于死了 那天有个 有个 这里随便扯一句啊 就那天有朋友说 说这个以数学推断 这个期不须 不是平均水平 平均期望值是三点多 就是 当然 我说这个期不须 这个平均水平 是指 这个按照游戏 这个 经常出现的概率来说 你这个数学期望值 对不对 推算出来的 那肯定是比较精确的 但是游戏里往往不是 就是他不是说单纯的那种数学期望值的问题 好 这扯的有点远了 不讨论了 咱们看这边 好 这边大桥 吕蒙选择量将 这时候这局又到你抉择的时候该怎么打 这吕蒙大桥是不是非常恶心 胡辣谈君是不是没有人打他 这时候主持人非常有魄力 决定赌一发 我如果判个红 对不对 我如果判个黑就算了 如果判个红 我把你带走 对不对 我们进入二二 我们不让 不让你活着 因为你 因为这个吕蒙大桥如果活着 都没人打他 然后他蹲撑 然后你和曹操还得作为牺牲品 供着他 所以直接带走他 因为这边呢 这曹操有大概率是可以带走这个二哥的 因为他有青钢剑 直接裸一 对不对 这样进入三任局 不让你就进入三任局 不让你这个吕蒙进入这个三任局 或者什么四任局 你吕蒙进入三任局 四任局太讨厌了 所以这个抉择 我觉得是正确的 这吕蒙留着不是太讨厌了 到现在这种局面下 讲道理就是曹操和双雄一起杀黄月英 这里亮将了 不要藏将了 因为你藏将的话 曹操会不出全力的 而且你也不是什么厉害的将 这里不要藏将 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打黄月英 讲道理 曹操和潘恒两个人单挑差不多 大家都可能都都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至少两个人都不愿意跟黄月英单挑 你们两个人一起把黄月英打死 然后你们俩单挑 大家都能接受 决斗活杀好 咱们还有桃子还不能死 继续活下去 反正活下去 曹操他肯定不会来杀你 因为他杀你 他打不过黄月英的 他一定会去打黄月英 对吧 摸个桃子继续苟延残喘 坚持着活下去 反正你们两个人 这里稍微快静下来 接下来就是 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先打黄月英 打死黄月英 然后两个人单挑 两个人单挑 我觉得曹操和潘凤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能接受就差不多就得了 只能三人军磨叽 而且你们都不能接受的是和黄月英单挑 这是你们两个人都不能接受的 那就黄月英去死好了 当然黄月英也并不说不能赢 因为黄月英是一个如果他运条 可以毁天灭地的武将 那你就看你自己运气了 如果你运气差 那就被两个人全殴死 如果你运气好 你爆发了 那你就把他们打死 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局面也非常的简单 言人张飞在此 当然主持角这里也是留了一手 就没有去续报了过差 这边曹操有火炸要捅过去 咱们扔黑鲨也不会让曹操感到反感 因为黑鲨杀不到 好继续扔黑鲨扔闪电 老师我杀不了黄月英 就让你把人头送进 这时候其实没必要去收人头 你想啊 你一张进攻牌 换收了黄元英人头 也就是一张牌 而且你还不一定能收掉 让他收了 就其实现在 以现在这种情况 单挑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接受 曹操也可以接受 潘凤也可以接受 对吧 一个八卦阵 一个人 大家都可以接受 就可以了 就现在就是公平的单挑 但是潘凤之前留了后手 虚报了这个过差 就把他的盾给拆了 讲道理 这个盾拆的还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拆了盾以后 他有攀缝 他可以对吧 呼呼装备 就可以慢慢建立优势 这里如果能通过杀 把他这个加一马呼的过来 就慢慢可以累积起优势来了 当然现在大家都还差不多 其实状态 详行 他去拆闪了 他去拆闪了 就是这样的话 可以射马 加 躲马 这样就非常厉害了 这局我觉得就是 那个非常关键的一回合 就赌潘凌 把这个吕蒙带走 你想一想 假如说真的到四人去 留着这个吕蒙 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 现在呢 单挑大家 由于其实状态差不多 但是呢 现在 潘凤这个抢夺装备 把这个装备 已经超越了曹操 所以这里曹操进入了劣势 曹操表示并不想吸 表示我吸了也没什么卵用 这里一定要保住 这个加一马 好来灌石府了 一会就等着来杀 灌石九杀他了 咱是被乐了 这里后面的细节 我就不具体说了 大家看吧 应该也不会什么出现 太大的纰漏 结果这边来捡一马 把八卦战给顺了 没事 咱们这边有灌石府 直接再掳过来 掳减一啊 这掳减一 先掳减一马 那他打不到咱们 因为咱们没有闪 然后一会咱们再灌石府 再掳 把他换上人王盾了 因为人王盾 可以防这个灌石府 八卦这防不了 但是他又来了个顺 把人王盾给顺了 这曹操连弩 加一杯啥好苦啊 没办法 毕竟潘神将是不是 又挂上了最后的 一件防御装备 很假 那这边又来了个 来了个雷沙 讲道理最后 主视角 就是主视角最后 单挑运取 确实比曹操好一点 但讲道理 曹操也可以接受这种单挑的 就是其实曹操 最后和潘凤单挑两人 就看谁运气稍微好一点吧 没有说谁一定站上 再看第四局 主视角玩家 爱迪叫我的温柔 一区玩家赶上他录像 这爱迪好像也见过 这里选将的话 群雄蜀国都可以选吧 可能会选大群雄吧 毕竟群雄腿粗 是不是 而且这个鼠国好像并不是特别厉害 看他群雄怎么搭配吧 都可以啊 反正都是三学武将 好 这种选择前锋和太后 OK 也没啥问题 看这局会怎么样 刘毅 三尖两日到 冰凉顺乱决斗 都是一些不愿意出的牌 也没什么好处的牌 无中生有 有中生无 好 藤甲防大嘴 防大嘴但也招仇恨啊 我相信你们都见过这个藤甲救命 也见过这个挂藤甲 然后被人一顿搞的啊 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你就有时候挂个藤甲 就莫名其妙地招来仇恨 但有时候藤甲也救了命 好 这边支一支笔 看完了这些冰柱 貂蝉选择手亮 不让他亮 表示你这个人威胁太大 不能让你这样 敢杀他吗 怕他是张角 不敢杀 这是选择的乐 有可能是张角的 这都搞不好 这边支一支笔 看藤甲 看一手 看完了开始拆 不是一伙的 好 不是一伙的 不是一伙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好 接着貂蝉刀杀 他看见群雄了 他这个暗示就是表示看见群雄了 要不然哪来这么多动作 我觉得他就是在暗示大家二位是群雄 大群 就通过动作 说牌是可使的 但是你通过动作来暗示其他玩家 这是游戏规则可以允许的对不对 也是正确的打法 我感觉他就是在暗示大家 看看其他人会不会动 咱们作为群雄 先不用着急 先不用着急 先不用着急跳身份 咱们也不会去打这个二号的 咱们是群雄 好 这边换装备防二张 对的 防止二张把连弩捡走 这边有人打群雄 趁着貂蝉被勒 压制他 这是没有问题的 看看这个少年怎么打 反正回去果然是群雄 果然是群雄 刚裂歌 刚裂一发 吕布表示反正我也暴露了 是不是我就出来了 其实也没必要出来 因为这种暗语 我能看得懂 不一定别人能看得懂 周瑜这边出来 周瑜反正被假许看过 对不对 火杀 杀过去 假许这个乐非常的伤 非常的要命 他这乐要是出来就好了 很可能造成很多致命性打击 这还真闪过 但五号位不一定就是五 因为他去搞群雄的时候 四号位根本没亮 但这边挂个闪电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自己有狮子吗 还是什么想劈谁 搞不好 不管他 而且这个闪电就讲不好 反正因为这个闪电到假许那就没了 只能到转到假许那 这边放了一个南蛮 不是无果 因为这个南蛮对大桥非常的不友好 这个南蛮对大桥非常的不友好 这肯定不是无果 我估计不是群就是胃 好 这边主持久表示把闪电拆了 也不跳身份 就跳个 拆个闪电 反正跳个模糊身份 你们自己琢磨去吧 他也不太想开团 你们觉得开团开不起来 好 这边在九杀 雌雄调戏 九一下强行保护 保就保吧 他指望夹许出乐 指望夹许出乐 大有作为一番的 哎 懂不着 但是撸不了 但是那就直接双亮了 黑顺 黑顺想参乐 这是多么极切的想解乐 但解不了 但有无胁 能不能无胁掉的 外面还有 好像还有无胁 但好像不愿意打 感觉是有蜀国 可能是在蜀国手里吧 不愿意打 好 这里他乱舞 不要初杀 因为咱们有桃 首先乱舞 你掉血 也不会暴露你三血不卖信息 因为乱舞掉血 其次你这里杀谁都不好 你杀小敦被缸裂 也没什么意义 还不直接掉血 还暴露身份 因为杀上家呢 被别人当成胃也不好 所以直接去掉血 因为有桃子嘛 这疯了 这这这家许已经疯了 不想玩了 疯了 真的是疯了 是坑逼了还是疯了 你们自己判断吧 我就不懂了 已经上 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让他去死吧 让他去死 咱们当成毒苗就好 来看看127 这里不能标飞位的 因为刚才都是乱舞掉血 换装备 好气闪 还是看不出来 还是看不出来 贾许呢 看能不能死 有没有人补刀 好像好多无果啊 你现在突然发现 好像好多无果了 好 这人不动的 咱们吃个桃过了 咱们也不动 让贾许再动一轮吧 看了怎么打 毕竟是队友 当然你要是觉得他坑 你把他补了也未尝不可 好 你看他离开了 你把他补了 然后装成飞裙的样子 混迹其中水 反正没有裙了 也没有人打你 对不对 反正 好 死了 估计就是不想玩了 管他呢 这已经不想玩了 国战呢 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虽然看似这个队友都死光了 但这个游戏呢 他往往队友死光了 也是可以进行下去的 并不代表进行不下去 这放南蛮强行打无蟹 要让他掉血 这是啥意思啊 跳位吗 什么意思啊 这有队友吧 也有可能是无 不是无就是位 肯定有队友 没队友 他这么打是图什么 结果打到个小桥 很有意外之气 又杀 那就不是 那就是位了 是位也不出来 真机吗 很奇怪 好 看看这边 都重铸都不动了 那不动就不动吧 大家继续待着 继续待着 也不动 开个五五 找个防具 真的有防具啊 那又拿了 不客气 这里要开五五的 因为你不开五五 夏吴敦要打你 岂不是很不好 所以干脆开了 得了 开了反正你也不动 也不跳身的 看夏吴敦 愿意打谁吧 小敦 打谁 打大桥 可能吧 先开万键 看这个到底亮不亮 看七号道理是什么 闪 不动 没有多余的还不动 继续守着 看大桥打谁 大桥打五号呗 很简单 五号打死了小桥 他不报仇吗 必须枉死了 报仇吧 决斗 果然是卫国 他之前没开技能啊 因为 因为他没 因为他没想到这个 没想到这个小桥 是一个小桥会弹他 他可能是觉得是张角吧 因为他自己是司马 觉得那边挂闪 练绝是张角 所以打的 我感觉是这样 结果被他一顿打 反对让梅花想这个 想改兵 他是个boss 但是boss瞬间被打残了 boss瞬间被打残了 好 看这边暗将 看他亮不亮 不亮 必不是位 不亮 必不是位 因为是位肯定亮了 这还亮藏毛 有什么好藏的 还看咱们 他不亮 咱们这时候亮了 这时候没必要去藏 因为主视角看过咱们 这里有几种可能 他是蜀国 你就砍他一刀 对吧 他是群雄 你砍他一刀也无所谓 他反正看过你 他知道 你俩这么演一波 然后让他们互相刚一会儿 出来收一波 就行了 反正砍他 对不对 这里还是一个抉择问题 就砍他 他是群雄 他也不会怪你的 对不对 而且你还提前压制了他 防止他做大 原来这边的话 夏侯敦也不太好 杀死大乔 因为咱们可以一会儿可以考虑就大乔 让大乔打死司马 这都是可以考虑的 对不对 而且大乔是有很可能打死司马的 你做了什么 你没做什么 人家是魏国 人不管你做什么 第一你还有挂了个闪念一次张角 另外人是魏国人 不管你做什么 人打你就打你 对不对 你也不要说什么 人家不忙吗 好 看看能不能打死 啥一刀 仇与恨的地狱 没打死 没打死就没打死 反正咱们不怕 112反正又不是魏 主要是真击司马 这局血线低了 另外他不是真 因为他不是真击国家 真击国家就有点麻烦 可以要弄死 因为真击司马不太容易摸到桃子 好 这边直接堵死 根本不给你机会 你亮不亮 不亮还继续堵 不亮就肯定堵你 不亮就不是群了 因为是群这里肯定亮了 直接堵 好 看杀 很寂寞 但这边给咱们添了个乐 很恶心 不过运气不错 天度了 天度就开始搞起了 如起来 这里可以把这个大桥杀掉了 因为完全没事 杀掉大桥 这里就不要再留着大桥了 没有任何意义 把大桥杀掉了 另外还可以出七号 多爽 这时候留着大桥杀 你来说就是个麻烦事了 冰住 然后堵死他 对不对 这就体现出这个厉害之处 他耐不住了 出来亮了 表示我赶紧亮吧 夏侯敦来救我吧 救 但是你被冰了 你没有红杀 你找个红杀来吧 顺一下也没有 没有就没有 就带飞你们是不是 火攻 这里由于花色齐全啊 所以可以直接火攻 要是花色不齐全呢 就先开一代牢 对吧 花色齐全呢 就直接火攻 放上杖八蛇毛了 这里面单挑的话 杖八蛇毛匹 三件刀好太多了 又摸三张 又可以毒他了 反正这么多闪根不虚的 直接毒他 这里怎么不用杀去毒啊 留这个 这只笔一会儿 可以重铸过牌啊 反正不管留啥 他都气掉了 拆 不让拆 要拆盾 来吧 但是他也没杀 又继续蹲坑 蹲坑就干你了 是不是 再干你 鼠背 尽力赶紧伤我 能杀好几回合啊 一会儿还能毒他 好 这里他非常的拼啊 直接杀 表示要毒死你啊 小伙伤 但是毒不死 很可能要被打死 但是这里有一个死剑 把这刀拆了 毒不死 你我还能摸一张牌 你也不一定能杀死我 没刀 好 成功的这个 在两个这个坑逼队友 死了的情况下 把这些人全搞死了 这局还是不错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了 也希望大家这个 以后自己打开的时候啊 多思考思考 多开开辟一些新思路 就是 就是往往在你自己是毒苗的时候 在这个 残局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考虑 是不是 不是说常规的打法 一定要杀死 这个哪个国家人多 就一定要先杀哪个国家 对不对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好了 今天视频就做到这了 以后有这样的视频 我还会再带给大家 拜拜